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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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是在到达区域 装望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对抗 在红帮的场地内有一只防御机人 像一只小机一样 对 我看起来有点小路 而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他的一个自己速度比较缓慢 那么他将要采取怎样的一个策略呢 现在比赛时间还剩最后的一分钟 双方其实还是一种比较较凿的场面 没有什么过大的举动 对 然后我们这次刚刚注意到 在大屏幕上 蓝色方的一个手动车 还有在高地的一个防守车 它都是没有行动的 也就是说在比赛开始的时候 蓝色方就已经失去了两个阵力 那么这个问题值得试试 你们现在双方都已经原地不动了 好 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 这样的话是一个蓝色方的轮式车 被卡的到达区域 比赛时间还剩最后的5秒钟 比赛时间到 好 这一场比赛又结束了 其实战况还是就是怎么说 比较平缓的 没有说什么大起大浪的那种波动 对 双方也没有发生一个大规模的对抗 或者是两个小型机器人在一起 发生一个对抗 这样的都是不是太常有 对 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成绩 红方获得9分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让我们恭喜红方 其实比赛在最开始前半段的时候 这个蓝色方的攻势还是很猛的 但是它在通过了这个摆锤以及倒闸之后呢 就陷入了困境当中 被红色方死死的限制住了 对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轮实机器人 它一旦翻车之后 真的很难再翻回来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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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